这个炎热的季节能不能给茉莉换花盆 能不能给它洗根换花盆呢 其实是完全可以的 去年的时候我给一盆茉莉洗根换盆 然后今年呢我又把一盆虎同茉莉分成了八盆 实验证明呢它在夏天这个生长期呢 缓写特别快 大约十天左右了都已经冒出了花苞了 花苞长得这么大 而且每个茉莉单独的一个花盆 要比这种集中养的一个花盆的茉莉呢 长是要好很多 这种小小的茉莉呢已经长出了花苞了 这个呢还是比较难养的虎同茉莉 所以夏天给它无论是换盆还是洗根的话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要记住在换盆之后呢 尽量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来缓冥 然后保持盘土的潮湿 保持通风凉好就可以了 茉莉的根系是比较发达的 特别是这种虎同茉莉 所以呢尽量给它用一个花盆养一颗 让它的根系充分的舒展开 它才能长得更好 其实在夏天对于一些长势比较快的植物 比如说三角梅了 枝子花了给它们换盆 或者洗根换盆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要是做好缓苗的话 大约10天左右都可以缓苗成功 看到它们的新叶新芽有明显生长了 然后逐渐的给它多晒太阳就可以了 各种茉莉的养护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都是需要充足的光照 很土呢要保湿潮湿 然后呢肥料也不要缺 茉莉是特别洗肥的 如果肥料跟不上 它这个花苞呢有的是会逐渐的变小 还有的花苞脱落 这种虎头茉莉呢 我觉得它特别的容易黄叶 它特别的喜欢酸硬的土壤 所以说每个月给它补充点硫酸亚铁 或者是直接浇那个酸性的营养液 对它们的生长或者是防止黄叶呢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了